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将发现地球是一座巨大的钟表 它通过恒星向我们显示时间 当你把太阳比喻做大教堂 把地球比喻做足球的时候 事情就变得明白了 月亮照亮了地球 不过地球也照耀着月亮 地球我们的宇宙飞船 欢迎乘坐我们的地球飞船 作为是一年的环绕太阳旅行 现在我们是在这里 地球在自己的公转轨道上运行 六个星期之后 将会把我们带到下置点 行星的运动速度 取决于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 行星离太阳越远 运动速度就越慢 因此 我们的邻居火星的运动 比地球慢 我们绕地球运行的速度 是每小时十万七千公里 红色的行星 火星的运动速度 只有每小时八万七千公里 大约每隔两年 地球就会超过火星一次 地球从太阳和火星中间插进去 太阳 地球和火星 就有机会连成一线 当火星处在太阳的反方向时 我们在中午看到太阳在正南方向 到了子夜 就会在正南方向上看到火星 地球继续在自己的轨道上运动 速度比火星快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 每天晚上都会比前一天晚上 更早看到火星 由于地球绕轴自转 火星和所有星星 看起来都是在天空向右移动的 与此同时 地球继续绕日公转 两年之后 它会再次超过火星 地球轨道处于太阳和其他行星 所在的同一平面上 在比行星远得多的无限远地平线上 我们会看到恒星和黄道上的星座 如果离开黄道往上看 你就会看到北极星 这是一颗能帮助我们辨认方向的恒星 地球的自转轴总是指向北极星 所以在夜间 所有星星看起来都是绕着北极星转动 你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观察大雄星座 来跟踪这种转动 今晚九点左右 大雄座正好是在头顶上 过了八小时 大雄座绕北极星转了方向 在清晨它会在这里 在八小时内 它转了三分之一轴 但是实际上大雄星座是不动的 它的转动仅仅是地球自转的反应 地球二十四小时转一轴 在八小时中 它转了三分之一轴 我们可以在天空中看到这三分之一 就是大雄座所转动的那三分之一轴 天空中星座绕北极星转动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时钟 它为我们提供了时间度量 同时也与地球的转动一起提供了空间度量 在白天 我们可以跟踪太阳的转动来观察地球的转动 日轨通过显示地球相对于太阳的位置 来为我们提供时间 除了显示时间 我们的手表还会告诉我们现在呆在哪里 把你的手表对着太阳 并使太阳指向短时针与十二点数字之间 必须正好在中间位置 那么数字十二的方向就是正南方 你没有想到每一只手表居然又是日轨又是指南针吧 到了下午四点 把太阳对着四点和十二点的数字中央 就是对着两点的方向 这时十二点就指向正南方 在傍晚六点时 把太阳对准六点和十二点之间 即在数字三的方向 这时太阳在西方 数字十二点指向南方 由此可见 你的手表不仅会告诉你时间 它还会测量空间和地球转动 那么地球的转动是慢还是快呢 设想我们用另一种尺度 即缩小到日常生活的尺度 来比喻空间的大小 把太阳缩小到大教堂的圆顶那么大 地球有足球那么大 在这样的比喻里 太阳与地球的距离只有五公里 因而地球应在城市的边缘滚动 在这种模型中 表示地球的足球运动得很慢 它从足球场的一端滚到另一端 要用一整天 而走过十亿米罚球区 几乎需要三小时 而地球绕轴自转更是出奇地慢 两次破门得分之间 它只转一周 我们必须把地球的运动 想象为在辽阔的空间中 绕着远方的太阳缓慢的运动 当然 对于依附在足球上的微生物来说 足球一天走上百米 是一种长途旅行 在地球上 我们很难想象 明天这个时候 地球已经走过了 二百五十万公里的路程 每个月在新月之后几天 月亮暗淡无光 而地球反而照耀着月亮 如果天气晴朗 你会看到在月牙左侧的月亮圆面上 发出来的微弱光芒 这就是来自地球的光 这种光是太阳照到地球上 又从地球反射到月亮上 再从月亮反射回到地球的 如果航天员是在月亮上看地球 他在最初几天看到的是镰刀形的地球 而当我们看到新月时 月亮上的航天员就会说 现在看到的地球又圆又亮 这些在月亮上的航天员将会感到炫目 因为地球看起来非常大 再加上地球上的白云和两极地区的冰层 使得地球看起来比月亮要亮好几百倍 两天之后 他们将看到地球开始亏缺 变得不那么远了 现在回到地球上 不要忘记在新月之后的第三四五个夜晚 我们看到的灰色月亮上的地球光 当你看到这种地球光时 请记住 这是我们地球的反射光 是从被太阳照亮的蓝天白云的反射光 这真有点神奇 我们的手表不光能像我们指示时间 每只手表还相当于一个指南针 所有这些导向性的标志都告诉我们 地球是在转动的 好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斗转星移 下期节目再见 下一期的焦点是木星 1999年之前 每年春天只能在日出之前看到木星 为什么在傍晚看不见呢 木星在哪里呢 它在非常遥远的地方 在小行星带的外侧 木星是我们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 在木星的肚子里沿着它的直径 可以放下12个地球 不过它与我们地球有很大的不同 它是一个巨大的气体球 下一期我们将向你展示 木星六颗卫星中的四颗 你将看到在17世纪 伽利略看到这些卫星时 它是如何发现了三维天空的 为什么说木星的卫星艾奥 是太阳系中最为色彩斑斓的天体呢 还有 为什么我们看到 木星的四颗卫星是倾斜排列的呢 这些都是由于地球的轴倾斜造成的 是太阳系中最为色彩的轴倾斜造成的 是太阳系中最为色彩的轴倾斜造成的 是太阳系中最为色彩的轴倾斜造成的